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以后 到现在 我们累计查办的重点案件超过17万件 此外 我们推动完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 2016年 2018年 分别严肃地查出了两起 典型的环境质量数据造假案件 23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这在生态环保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因为数据造假被判刑